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北一 药学系陈湘盈 我们这个系列所拍的课程总共有六片 那每一片是两个小时 这一片是药品调制概论 那在这一个课程里我们要为大家整体的来review 调制compounding这个定义是为何 那也跟我们目前大家所常常担忧的 是不是我们药师所做的行为跟这个制药有一些重叠 在这个部分我们会做一个厘清 再来的话就是调制的药品的类别 那我们会review所谓的这个无菌以及非无菌的调制药品 那以当作我们接下来后面的课程的一个大纲 一个总纲 接下来呢我们会看调制药品的时候 所需要一个非常注意的事项 就是药品的相容性以及不相容性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调制药品时候 所需要的作业流程以及品质保证的这个过程 那以及法规上面所需要的一些documentation 那最后呢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调制药品 未来的市场 那调制呢是药师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基本的一个技能 那虽然呢在台湾似乎我们并不常执行这样的业务 但是在现代尤其在欧美各国目前调制药品的市场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也相信未来在台湾调制药品也是有相当未来的这个市场 那希望呢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台湾的药师呢 也能将我们既有的技能呢能够再次的充实 那能够展开我们药师作业呢完整的服务的这个面向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调制药品的定义 那调制这个字呢 我们在英文里头是把它用在这个compounding这个字 那compounding这个字呢 它原文呢是来自拉丁文 那它的字意呢原来呢compound这个字呢就是指说put together 也就是说我把不同的成分呢把它加在一起 这个动作就叫做compounding 那在药理学上呢compounding是指一个creation 一个创造或者一个preparation 一个制作一个pharmaceutical product的一个过程 那在historically compounding呢是药师 也可以说是药学这个学门呢 在一开始非常刚开始的时候呢 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integral part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大家常因以为傲的药师 我们的simple呢就是一个颜波跟我们的储 那这个东西呢就一个动作呢就代表是一个compounding 在以前呢我们可能古早的时代 它变成一个很magic的一个动作 那甚至于就好像我们大家看到那个哈利波特里头的这个 磨药学一样它会制作出非常特别的东西 好那现在呢我们似乎没有这么强调compounding这个工作 但是我相信呢在目前未来的市场呢compounding 它是我们要是要重新再充电再拿起来的一个技能 以及我们的市场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WHO跟USP或者是在Canada 他们各对这个compounding有不同的定义 那在WHO Technical Reports里头呢 它说呢compounding是一个science 它是一个science 它是一个科学 那是怎么样的一门科学呢 它是extemporaneously creating a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立即的 即刻的 即时的去做的一个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 那它是为着什么呢 是为着一个immediate the individual therapeutic needs of a specific patient 再抱歉我们为了避免这个翻译上面呢 造成大家有一些不是那么reliable的感觉 所以我们是就是用这个原文 所以大家稍微忍耐一下 所以我相信钥匙们大家英文都很好 那我们这个基本上啊 这个WHO它就已经用到几个关键字 第一个关键字是extemporaneously 也就是它是一个即刻去做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是一个immediately 然后它是一个为着individual therapeutic needs 然后是为着一个specific patient 所以呢 从这些字眼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整个过程呢 跟预先大量的制造 然后能够放很久的这个manufacturer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是for individual patient's needs 那USP 那在美国药典里头它怎么讲呢 它涵盖的面向更多 它所说的呢 这个动作包括preparation 然后包括mixing 混合 assembling 重组 altering 然后做一些改变 然后packaging 所以包装 或者有时候我们分装的这个动作 或是labeling 就是一个标识 a drug or a drug delivery device or a dev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icensed practitioner's prescription 或者是就是我们重新的一些重组 在这个prescription medication order 或是initiative based on a practitioner patient versus confounder relationship in the course of professional products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其实很重要的 它是有一个病人 跟这个医疗人员 跟这个制造的 这个compounding的 这个compounder的这个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关系呢 是你看得到的 所以你会看得到这个病人 跟这个药师 或者是开放的人 跟这个compounder 做这个调制者呢 它中间是有一个relationship 也就是你不是为着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你不知道的人 或者是在你在做这个compounding的时候呢 是没有这个病人的这种状况之下去制造的 那在USP里头 它所定义的这些调制的动作呢 的面向呢就非常的多 甚至连这个packaging都算在里头 所以呢就是当我们重新的去做分装 这些动作也都算在里头 不过呢这是USP的定义 那世界各国有 世界各国不同的法规 那在台湾呢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法规和看法 那再来呢 这个Canada这边呢 它说的是这个combining or mixing together of two or more ingredients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狭义的一个讲法 它是一个combining或者是mixing two or more ingredients 那在这里头呢 它说的这个two or more ingredients呢 其中呢会有一个是所谓的 这个pharmacologically active components 会有一个是至少要有一个是有效的成分 to create a final product in an appropriate form for dosing it can involve raw materials 所以它可以从原料药开始来制造 or the alteration of the form and the strength of commercially available products 就是说你可以是从原料药 或是从这个这个现有的一些 在市场上买得到的一些药品 去改变它的这个剂型跟剂量 那这个呢就是包括呢 reformulation to allow another drug delivery 来帮助你给药的这个 一个新的给药的一个方式 所以它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 基本上呢也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就是清楚的 而不是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 那这个也把这个目的也说出来 所以呢综合来讲呢 你可以看到说 不管是从哪一个定义里头 你都可以看到 compounding呢它具有一个 即时调配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它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病人 然后呢它具有一种 要去加强你的这个 novel drug delivery的一个特性 那它可以从原料开始做 也可以从目前市面上 available的products来做一个 重新改变这个形态 跟它的剂量来做 好那所以呢 我们这样子仔细的再进一步的来看 USP US Pharmacopeia里头说 定义了compounding 它说呢 这个是preferation of a drug dosage form 这个非常重要 它是for both human and animal patients 就是人以及呢动物病人 那我想现在这个路上啊 你在那个看到人家推娃娃车的时候啊 里头可能不是坐小孩 常坐一只狗 所以animal patient也是一个 very big very huge population 在某一个角度上下面来讲 我常看到这个 现在这个呃这个兽衣啊 或者是兽美容的这个店啊 可能比卖小孩子的这个衣服啊 婴儿用品的店还要多 所以underware patient也是一个 very huge 的一个population 好那呃这个呃 我相信它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好那呃 记得呃我以前学生时代 在美国的时候 就呃有这个替这个呃 呃猫啊狗啊 做过这个compounding 他们的厨房 那那时候就觉得很新奇 觉得美国人真的是呃太有钱了 好怎么会做这种事 可是呢我相信这是一个必要的 一个动作 好因为呃小孩子你要喂他药 都很困难 好那这个猫和狗 你大概会找到一只猫和狗 他会乖乖的自己去吃药 好所以呃 如果你要养他 你可能就得要替他准备他 呃能够把这个药给他的这个方式 好那第二个呢 就是preparation of a drug or devices in anticipation of a prescription drug orders based on routine regularly observe the prescribing patterns 那这个部分呢 他这一个这一块就是一个更重要的 statement 好就是像我们现在有许多大型的医院 他们可能会做一些预报的动作 好那或者是一些事先batch的firm 去做的一些这个compounding 好那先做好的一些啊 比方说啊 Lugol solution啊或者这些 也就是说你呃可以呃就是 呃anticipate 呃可以呃就是知道 好接下来会有regulary 我就有这个消耗量 然后我就会有这种prescribing的pattern 好所以可能 啊你就可以先事先做好 虽然这个时候你并不知道 那个病人在哪 好那呃 呃那怎么去跟呃manufacturer做一点区分呢 好那呃这个我们等一下呃 呃也可以再仔细地来研究一下 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大量制造的行为 好那再来呢第三个就是reconstitutional or这个manipulation of a commercial products that may require the addition of one or more ingredients 就是说你把现在有的一些呃这个市面上买得到的一些呃 一些呃药品拿来做一个重组 好那或者做一点这个改变好 好然后呢呃这个中间可能是你要再加进一点ingredients 好那这样的动作啊也能够叫做是compounding 那再来呢就是preferation of a hazardous drugs over devices for the purpose of or answer them to research 好也就是说它这个可能是for 呃这个research 或者teaching或是chemical analysis 也就是说它也可以这个compounding这个动作 也可以是呃不是位置的呃就是呃呃一个routine的patient care 它可以是一个clinical research或者是一个acadetical research 或者是for teaching或者是呃呃某一种研究的这个purpose 那再来呢就是preparation of a drinks and the devices for prescriberous office use whether permitted by federal and state law 好所以这个地方它有特别讲到说有一些prescriberous office use 好它也许在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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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都是被inqueue在这个 US Pharmacopia 里头 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Task Break 里头怎么说呢? 它说这个 As Semperinius Compounding 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台湾的这个书里头 或者我们过往的一些研究 他们有不同的翻译 也可以翻成即席调配 或是这个领抢的这个调配 那就是说这个呢都是可以做的 那最重要的呢就是在这些过程中呢 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就是 Types 然后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就是Practices 是最常使用到这些产品的 比方说这个 Dermatological 的一些 Dosage Form 和一些敷的啦擦的啦或者一些水剂 或者是一些就是注射剂 这都是最常做的这种 Extemporaneous Compounding 尤其在这个 Hospital 里头呢 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注射剂 它需要做这个 Compounding 的动作 那才有办法给药 那如果在我们一般社区里头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些抹粉的这些行为 也是常被需要来做的这些 Compounding 那 Manufacturer 是什么定义呢 Manufacturing 它是指这个 Produc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英文有时候用的是生产这个字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量产的这种概念 Proporation, Propagation, Conversion or Processing of a Dragular Device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所以它最大的一个地方呢 它是有一个量产的概念 那这个时候呢 它可能 Involve 一些更原始的动作 包括哪一些动作呢 从这个 Natural Product 里头呢 去做 Extraction 那把它萃取出来 那把它萃取出来 那把这些 Natural Product 里头的东西萃取 那这个动作也可能会包含在这个 Manufacturing 的过程 或者呢 是它需要经过一些 Chemical Biological Thincess 取得那样子的 Role Products 才能来进行 Manufacturing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我们的 Manufacturing 的过程中呢 它其实包含一个很完整的动作 那这个包括最终呢 产品的 Packaging 或是 Repackaging 或者是标示 那这些呢 就是包含在整个 Manufacturing 的工作上 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Compounding 跟 Manufacturing 调制药品跟制药 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呢 在台湾的法规里头呢 它就有一个基本的差异 在 Compounding 上面呢 药品有两条剂作业准则 第七条说 本准则所称的调制 是指调制过程中 依医师所开具之处方兼 改变原剂型 或是配置新制品 改变原剂型 或者是配置新制品的行为 所以呢 它主要呢 是提到这个 医师所开立的处方兼 改变剂型 或是配置 但是呢 就是说 当我们用 Batch 的形式 像我们刚刚看到 USP 里头 它说 如果你有一个 Anticipation 知道它有一个 Prescribing a pattern 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事先预先做好 那所以 这个 在我们把这个药呢 交付给病人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处方间的 所以 不会像 在制药之后 把它卖给别人的时候 这个中间 你没有看到一个 Prescription 它是 你把这个药 那个药厂把它卖给医院的时候呢 它这中间 医院不需要 把处方给药厂 才能买到这个药 所以这个行为上面 也是相当的不同 那在 Manufacturing 的部分呢 它最主要要按照 西药的药品优良制造规范 那就是 PIGS 跟 GMP 好 那在这个 优良制造规范上面呢 它是说 经过品质管理呢 来 确保药品 一致的生产和管制 好 那 那中间呢 就需要有非常多的这个品质 管制的这个 标准 所以 这个 Compounding 跟 Manufacturing 呢 其实是 有非常大的差异 那 所以呢 药师呢 不管在医院 在社区 在诊所 我们做 Compounding 呢 都是被 合法的被 保护 也是我们药师 应有的一个 工作的一个技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个 Compounding 好 那 呃 我们可以看 呃 如果 各位药师你现在有空 好 那你可以 呃 Google 社区一下 这个 Compounding Firmacy 那你看一下 现在 呃 会跑出多少的 这个 呃 Compounding Firmacy 这个广告 好 看到说 哦 现在在美国有 各式各样的 这个社区药局 哦 他们做这个 Compounding 然后呢 在他们的那个 呃 Home Page上面 都有非常多的 说 为什么要做 Compounding 的原因 那比方说呢 呃 呃 有一些药局 他特别都有写出来说 Pediatric Compounding 好 或者有一些 地方他做一些 呃 Dermatology的一些 呃 治剂 好 那他就特别的讲说 哦 因为有很多的药啊 它里头还有一些 呃 防腐剂啊 复行剂啊 然后都 呃 病人很容易过敏 好 那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呃 Compounding Firmacy 是你的最好的choice啊 好 呃 呃 说的也是啊 如果你很过敏的话 呃 什么样的药擦上去的是没有用的 那对于一些孩子来讲 他可能也是非常的敏感 好 所以呃 对于一个需要长期使用的药物 呃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呃 的确是呃 不容易使用 那呃 呃 如果我们呃 使用这个商用的配方的时候呢 他可以放的很久 那就里头也相对的 呃 也有比较多的这些 呃 Preservatives 好 那所以如果我们呃 呃 呃 的这个呃 呃 病人本身是很过敏的 那确实是比较不合适 那另外一个compounding的原因 其实也是现在台湾有许多的这个呃 呃 这个医院呢 他会去compound的这个一些药品的原因 就是那个药品呢 现在没有市售 好 那也许那个市售品呢 就是呃 呃 使用量不是很大 对于一些药厂来讲呢 呃 他做起来 呃 就没有达到应有的一个基本的经济规模 好 呃 就是呃 看起来那药品的生产成本不高 但是呃 销售量这么小的时候 他相对 呃 价格就应该很高 可是可能呃 健保也没有办法给付那样的价钱 因为不合理 好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干脆就不要卖 好 那他就没有这种呃 做一个赔一个的这种现象 所以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变成很多医院药局 他得要去呃 做这样的compound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呃 呃 这个病人可能呃 呃 没有办法一直吞一直吞一直吞 好 那一些副方的呃 呃 呃 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choice 但却是没有那样的商品 好 那种种的这些买不到的原因呢 就是呃 呃 这个药品需要compound的一个基本的原因 那另外呢 就是那个药品的dosage啊 或者是它的strength呢 不符合那个药 那个病人的特地的需求 所以这个这个在这个pediatric patient 以及geriatric patient上面呢 是特别的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大家可以呃 稍微看一下呃 呃 这个各个美国的这个compounding pharmacy 他们的这个home page上面的缩帖 哦 他基本上他涵盖了这些基本的面向 那有哪一些药品呢 可以呃 呃就是被调制呢 基本上呢 呃你可以看到呢 呃这个调制的这个compounding taskbook呢 在呃 美国呢 这个呃 都有这样基本的课程 好 那上的非常的完整 好 呃所做的这个计型呢 也是呃 就是呃 各式各样 好 那从这个solid dosage foam liquid foam 好 到眼科啊 这个耳鼻后科用的啦 然后呃或者是呃 呃这些外用的呃 一些软膏啊 crime啊 paste啊 gel啊这些 好那呃 呃这些呃使用的非常的多 那当然呢 还有一些呃就是 呃就是蒸剂的部分 好那呃呃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呃就是呃 呃简单的区分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调制的药品呢 呃 把它分为所谓的非无菌 non-sterile 的compounding 以及sterile compounding 无菌的这个调制 那呃基本上呢 在这个调制里头 大家比较公认的呃规范呢 在non-sterile 非无菌的compounding 就是USP的795 那在呃无菌调制上面呢 基本上是以USP797为主 那在非无菌的这个调制上面呢 呃以台湾现在的现况 我们把它呃为着我们现在台湾呃的一些现况 我们可以把它呃呃出浅的分为呃原料药的调制 或者是不来不是用原料药 是非原料药的调制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呢是用现有的剂型去做改变的 那呃呃可以分为这两个 那如果是原料药的调制呢 基本上呢呃呃它的这个原料药呢 是指这个药品中它是具有这个呃有疗效的这个呃主成分 那比方说Lugos Solution 那非呃呃原料药的调制的话呢 它就包含了很多ером值它的剂型鈴 的比方说是抹粉 那或者是调制一些 口符的这个旋浮液 那比方说配了一个Novasque Aural Suspension maybe有一些这个Patient Geriatric Patient他没有办法吞 那也许我们需要有这个口服的这个悬浮液 来帮助他使用 那在无菌的调制上面 我们也用这个我们这个目前比较简单的一个分类方法 那也是为着我们工作上的需要 我可以把它看为这个危害性的跟非危害性的 那危害性的呢 它主要呢就要follow USP-800 最重要的目的呢 是要protect这个调制这个调制的人员 那put out我们这个pharmacy personnel 那这个危害性的这个清单呢 我们可以参考所谓的NOSH的危害性药品的清单 那它基本上呢把它这个药品的分为 所谓的这个危害性药品分为抗肿瘤的药物 非抗肿瘤的药物 以及严重的生殖毒性的药物 那这个非危害性的这个non-steral的调制呢 它也是有各种不同的剂型 还有各种不同的目的 比方说是注射用的 灌洗用的 或者是眼用 吸入的 或者是足之保存液 或者是一些植物物 那在常用的这些 我们台湾常做的呢 要是常常做的这compounding的有哪一些呢 最基本的就是像TPN PCA KCL 那我想TPN PCA都是在台湾医院评件里头所要求的 那KCL的话大概就是在一些 就是有JCI通过的医院呢 它对High Concentrated的Electrolytes 是需要有药师来做compounding 那另外呢 眼科的这个部分呢 也有一些医院有调配一些Bury Acid的这个Solution 那在美国呢 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就是叫做IV Elementor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是在我们的Sterial Compounding里头的 无菌调制的这个药品里头的 好 那我在这里呢 也想要花一点时间呢 来倡议一下这个Ideal Elementor System的这个观念 好 那我想就是说 这个部分呢 我在就是北一啊 从进来开始就开始教这个课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就是常常让我觉得有一点可惜 就是到台湾到目前呢 我们Ideal Elementor System还是没有做起来 那今年我在北一交满第22年了 那这每一年呢 我都是怀着希望觉得 无论如何呢 我还是虽然台湾没有做 我还是要让学生们知道有这个观念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职业的生涯中呢 有一天呢 这一个Ideal Elementor System呢 上路了 那我的学生从来没有听到过 好 那我们会觉得有点失急 因为我们总是为着未来而教 所以 今天在讲这个Compounding的时候呢 我相信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Duty 那我相信台湾的钥匙也能做 好 那现在没有办法做 当然还是有很多的人事实力 物需要配合的 但是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个观念 好 那就是说呢 我们在台湾常常看到的是 护理人员他需要在这个病房里头 然后来调配这个蒸剂 然后我们发上去的东西呢 是这个Bag啊 或者是Vial啊 Ample 那他们就是在病房里头呢 在一个没有无菌的环境之下呢 把它就是抽一抽啊 配一配啊 reconcitute 然后做完了以后呢 就打到我们的病人身上 好 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常常会觉得这样的行为 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安心 好 那 就会觉得我们在药厂里做的这么奋力 无菌的东西 然后最终在给药的这一端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Compounding的过程 是完全是没有在无菌的状态之下 那也可以问问看我们自己 为什么TPN化疗PCN这些东西 因为它有它特定的危险 也许是怕药物被滥用啊 或者是这个因为家的药品的种类非常多啊 我们就会担忧好 那或者是Kemo因为会危及这个医疗员自己 所以我们都包头包脑包得很好 然后在药局把它配完再送出去 可是呢其他的一些品项呢 凡是要达到人的这个体腔里头的 它其实都应该无菌 好 那所以呢 IvM mixture呢 它的定义就是说 Stereo electric solution That are prepared by using one or more medication or electrolytes 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蒸汽在给病人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不是原瓶拿起来抽起来就可以给 或者是完全都不需要dilute 或者不需要reconstitute 我们其实都有很多这种动作 那有的时候呢 对于一个病人来讲呢 他甚至于呢 我们都用wide site去给他 就是混合一些药物 好 所以IvM mixture的这个目的呢 就是让我们的病人呢 不要就是有那么多个这个被打的针孔 然后他能够一个混合的方式去给药 好 那它基本的type呢 就有我们所谓的 我们台湾最熟悉我们做的 special ideal nutrition system 就是有nutritional TPN的部分 还有chemotherapy 那其实在美国的这个IvM room 你会看到 甚至于在世界上很多先进的国家 比方说是新加坡 甚至于在香港的一些医院 你也可以看得到 好 那他们都有在做好的这个 这个 syringe的elementary system 或者是这个就是一些一些small或者large IV bag 里头呢是混了不止一种的药物 好 那所以这些呢都叫做IvM system 好 那对于这个IvM system呢 它事实上在这个美国是在1971年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large volume parenteres 它们已经制定下来一个central robotics 好 那基本上呢 为什么要做 由药局 由pharmacy 来做IvM system 为什么不想看到 这个Iv的混合 这个动作呢 是在病房里头做呢 第一个最大的当然就是为了五菌 然后reduce condemnation 第二个呢 它相对来讲 它也reduce the cost 因为你在centralized环境之下 有非常多的耗材 它是会被reduce 它比每一个护理人员都在那里做消毒 在做那些这些东西来的就是节省 那另外一个呢 最重要啊 它其实是control compilability跟stability 那这些药品呢 有时候我们一些护理人员 他可能为着他的方便 他可能一大早呢 就把很多的药全部都配好 然后让他一天慢慢的去给 那这时候其实有一些stability 一些compability的问题 那加上有时候很多 护理人员他们并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呢 他们在wide site的这个给药上面 他们常用的wide site的给药上面 其实造成了相当的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这些能否 这个混合这个动作呢 是在药剂不完成的 那这些compatability跟stability的control都会相对好很多 那另外一个呢 它就叫做所谓的total boundstical care 也就是说我的药师呢 为这个药物呢 最终给到病人端的这个product呢 做了一个完整的这个评估 然后我也看到最后被配的东西呢 它的量 然后它的dilution 然后它所放的这个 放在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溶液里头 都是被我们药师仔细的照顾过 而且我们也把它做好了 所以不见得是药师 有时候我们在美国其实都看到 一个iv room里头可能是一个药师带着 五六七个这个farmacy technician在做这个事 好那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farmcial care 那我们也review一下药师对静脉注射药物 它所要的职责 那其实这是不止 也很多的注射剂也都要特别注意 但是我们特别看一下静脉注射的药物 也就是说我们在给药的时候 所谓的三毒五对呢 在静脉注射上面 它真是不只是三毒五对 它基本上所谓的give the right modification to right patient by right wing 它包含了很多的面语 第一个呢是剂量是正确的 right dose 再来的是right muscle 那iv infusion呢 还是这个iv push 那今天我用什么样的这个flow rate 我的流速是怎么样 比方说我们知道 你这个vancromycin流速过快 这病人就会有Ratman syndrome 那concentration 它的浓度是怎么样 那很多的药品呢 它其实很irritated 所以当你从peripheral line 跟你从central line 它血管能够tolerant的 这个concentration是不同的 还有total dose 你打的种剂量 然后total infusion time 那其实还牵涉到 当你讲到concentration 所以就还牵涉到你打的种volume 因为有一些patient 他可能陷水啊 他的hard function不良啊 他没有办法打那么高的volume 所以这一些呢 最后怎么给出去呢 这个药师呢 要评估过 然后把它做好 这个optimal的这个给药方式 那还有呢 如果他有很多concurrent drugs 那这些drugs呢 都是需要ID给的 那我能不能让他 就是在同一代一头给 还是我要一直不停地去 让病人一直被给药 那这些给药的方式 也是一个非常需要 能够optimize的 那假如我现在要 把它们放在一起 做一个admitter的形态 我用什么样的admitter的方式给药 我是用ID bag加在里头呢 还是我用Y size给药 还是我能够用syringe的 这个admitter给药 所以这个也有不同 好那 这个时候呢 我要checking他的stability 跟incompatibility 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第二个呢 我也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literature search的部分 好那 最标准的呢 这个过往呢 所要check的东西呢 就是kins guy 好那kins guy呢 在台湾呢 就是并没有那么popular 那我所看到的很多的医院 其实没有去准备这个书 那大家最常用的 也是所有美国的药学院都会用的书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Lawrence Trissel 的这个hamburgal injectable drinks 那这一套书是非常的非常的好 好那它里头有非常充分的实验数据 而且也非常friendly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check一些current literature 那当然有一些药厂 或者是一些大型医院 它也有自己的这个office files 好那这些checking这些literature的 这个也是药师 他所需要的一个基本的职责 好那讲到这里呢 我想接下来就很乐意 跟大家分享一下 compounding药品的时候呢 我们要checking这个compatability 跟incompatability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它不完全只有这个在征迹 事实上在软膏啊 在很多的药品的 这个compounding的过程中呢 都需要考量这个 compatability跟incompatability 好那我们也有相当可以查的文献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所谓的药物的这个 incompatability 它的定义 它的定义呢 是说 它是一个 Ovalent or physical chemical phenomena 它是可以看得见的 或者它只是一个 物理化学的一个变化 所以也就是 它不见得肉眼看得见 好那它是一个 productive reaction 它的一个反应物呢 它就是造成了一个change 也就是说 我化学反应的两边 我的这个反应物的这一端呢 它有了一个改变 什么样的改变呢 它可以是physical change 或者是一个chemical change 也就是一个 有氢粒子转移的一个变化 那简单讲呢 也就是说 我的不相容性呢 就可以分为所谓的物理的不相容性 或者是化学的不相容性 所以反过来想一想 我们这个国中的时候 所学的物理变化跟化学变化 所谓的物理变化呢 简单讲就是三态变化 就是气态液态 那跟我们固态之间的变化 但是呢 在药学上面呢 物理的不相容性呢 还有更多一点 那有两个非常重要的 跟我们的物理变化有关的 这个incompability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solubility related 那这个physical incompatibilities 那第二个呢 就是所谓的sorption 就是吸附反应 那化学不相容性呢 就是各式各样 那各种的化学变化 所以这个就是产气啊 水解啊 氧化化源啊 各式各样 那我们来注意看一下 那我们这里呢 想帮大家review一下 你的国中高中的 这个物理跟化学 跟你的现在在药品里头的物理 或是化学的不相容性 它的一些相关 那当然呢 我们在临床上可能用不了 这样子基础的原理 去推估我们的药品 混在一起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相容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这个原理的话 当我们去查书 看到这些文献的时候 我们也比较 就是能够理解它 那第一个呢 就是对溶解度有关的呢 第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sovant 它的这个溶媒的效应 那我们大学 大一的时候 讲过这种co-sovant 这个co-sovant system 那有很多的东西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药品 都是就是比较中性的 或者是比较弱酸弱减炎 那他们就是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药品呢 它本身呢都是非常大的 这个structure 我想我们都卡过国考 我们就知道 我们那个药品 什么东西最多 就是本环啊 杂环啊 各式各样环啊 那这些东西 它基本上很难融 可是因为我们身体来讲呢 我们也不能够被打入 那么毒的东西 所以我们常常用 一些小量的co-sovant 去制造一个co-sovant system 那这我们大学的这个普化 也就教我们很多嘛 那这些co-sovant呢 在我们人体可以承受的 这个 这个浓度下面 可以被小量的 帮助我们的药品被溶 那比方说 populin-glycum ethanol banzil alcohol 这都是常被用的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啦 你可以看到像 diacepin dijocin 这个药品呢 这两个药品 它在 做成一个药品的时候 这个过程中呢 它其实呢 就大量使用这种 sauvant的发质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diacepin 这个药 那我们大家都觉得 diacepin 很common嘛 早就paternol 非常古老的一药 其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很proud的说 我们药水性 真的是这么的 这张纸造这么的珍贵 不容易练啊 那 一本是一个这么古早 然后 这个常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药品 原来它的制作 都这么的困难 那 这一个 这一支 diacepin的增剂 它包含了40%的 propylen-glycum 10%的ethanol 然后它有所谓的 这个 benzoic acid 还有这个 sodium benzoate 然后它有加了 5%的 benzoal alcohol 然后QS water 到它合适的pH值 那 这里一个问题啦 问大家说 那你觉得呢 我有没有 可以呢 拿这个 这个diacepin 这支增剂啊 然后 把它拿一点 degre debu 然后 1比1的符合 那这个问题是我从前啊 就是 被问过 那就是 这个 就是 这个 这个 住院医师啊 在急诊 问我说 啊 学姐 学姐啊 啊 我们这个diacepin 可不可以拿 这个degre debu 或是normousaline 1比1 混合一下 我就问说 啊你干嘛要混合 那 后来就知道 因为 这diacepin呢 它为什么会问 我想我们很多药师 都有经验 当你被问说 这个跟那个 可不可以混合的时候 通常它都是混合的 它已经混完了 然后看到 里头呢 看起来怪怪的 所以才会跑来问药师 那 它这样 它为什么要这样混呢 就是说 因为它很难打 量很少 然后要slow iv push 有时候手一抖 就打进去了 我根本没有什么slow iv push over三到五分钟 做不到 那这么少呢 那于是就说 那我把它degre debu多一点 那这样我才可以慢慢的打slow iv push 但是一混合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样 很简单 因为呢 这个药品 它的这个solubility呢 它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容的东西 那大家知道 它有几个环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做成这样的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cosovan system的时候呢 它每 这个百分之百的这个原液呢 它可以融到5.2mgmm 那我们这次增济呢 是出厂的时候是做到一丝丝一抖是5mgm 所以它的solubility已经接近了 快要一不小心就要吸出了 所以 它其实是蛮不容易容的 那 又不能做到太毒 打进来没有被药品救起来 还先被毒死 所以 这个已经很困难了 那 今天我如果呢 因为它的水溶性是差的 所以我才需要用这一些有机溶煤去做cosovan 那我今天呢 如果呢 我把它用50%的这个浓度 这个时候它整个cosovan system都被破坏了 所以呢 它的溶解度就大量下降 变成0.41mgmmm 那如果是GUJB 它更不容易水 因为它连一些有机溶煤都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的溶解度呢 就是连0.01mgmm都不到 mgm都不到 所以 如果你今天把Diazepam呢 拿起来跟任何一个这个增剂呢 混合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它被沉淀出来 因为它的cosovan system 被破坏掉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它有一些药品呢 因为它本身呢 就是做成这个岩基 好 那它的这个 Iolized form 跟Iolized form 它的这个 就是 那两个形态呢 它的solubility差异非常的大 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我如果这个药品的pH值改变的时候呢 这个药品它的这个溶解度呢 就会大大的改变 好 那这时候你就有很大的可能 会看见它的吸出 好 那举例来讲呢 有一个药品 假如它是一个weak base 那它的做成岩基的时候呢 它是变成一个强酸的一个形态 好 那今天呢 如果它的这个溶解度呢 就是 就是 在这个water里头差异很大 好 那举例来讲 像cropomazin它的base 它是一个installable 一个base 那如果今天呢 加上一个 就是 就是HCL的一个soles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它变得很容易融 好 那它只要2.5ml 就可以融掉1g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它的圆形 cropomazin的base 跟它的这个 改成HCL的soles的时候 它的solubility 改变很大 那我今天如果加了一个药呢 它是比较碱性的 那它大量的呢 提高了哦 就是PH值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把这个HCL 这个部分呢 然后就把它给 就是 就是 融掉了 那它的反应呢 就回到了 这个cropomazin base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呢 它就变成一个不容的状态 然后 它的整个沉淀 就会跑出来 好 所以相同的呢 如果今天是一个 如果今天是一个 Wheat gasey的一个drink 好 那它就是 它改成一个 就是 base呢 是一个 就是 这个 sodian的base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溶解度 如果有差异很大的时候 我下降PH值 好 我给它一个酸 好 那进去的时候呢 你也会看得到 它会有大量的沉淀出现 那另外呢 大家都知道 溶解度跟temperature有关 好 那 大部分的东西在高温的时候 它是容易被溶解的 好 但是呢 就是 有些物质呢 它的溶解反应 本身是一个放热反应的时候呢 那 就是 这些东西呢 它 就是在 温度越高的时候呢 它反而 残电会吸出的越多 好 那这个也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那什么东西 会有这个放热反应的这个溶解呢 好 那 就是像 我们的calcine phosphatase 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类型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 就是 Calcine phosphate的 如果我今天在一个温度增加的状况 你就会很容易看到它的结晶都跑出来 那 那 一般来讲呢 我们的药品呢 如果今天 放在这个 refrigeration的状态之下呢 它的 chemical stability 跟 这个 microbell的 growth 是会变得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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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它會有precipitating的forming 比方說wherefer you are,syspratina,culturymazone 或是materminazone 都是屬於這樣的這些藥品 那另外呢 就是還有我們在高中化學頭常常學到的 這個sorting out 研究 也就是說今天呢 有一些non-electrolytes 或者是weekly hydrated organic ions 那在這個強電解質存在的狀況之下呢 它的solubility就會變差 然後它就會吸出 那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跟溶解度有關的一個物理不相容性 那在物理不相容性裡頭 還有一塊就是所謂的sortion phenomena 那所謂的sortion phenomena 就是有包含odosotion跟oposotion odosotion呢 是指這個藥品被吸附在這個東西的表面上 oposotion是被吸進去 但是Elefone它的active drinks都變少了 所以呢就是我們這個藥品呢 它能夠放在什麼樣的器皿裡頭 也會變得非常重要 什麼器材去給藥 那所以呢像很多的lipid soluble drinks 或者是一些pratein peptide呢 它們都很容易會有這個吸附 好那臨床上最好的這個example就是 這個nitroglycerin NTG 好那我們的NTG的針劑 我們一定要放在 就是這個用這個玻璃的這個點滴來給藥 好我們就不能用在塑膠的IV bag裡頭 好因為這樣它的吸附會變得很強 好那有非常多的藥品其實它都有sortion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盡量使用這個 low-unassertion IVsets 就是低吸附的材質 那包括就是使用這個bottle instead of IV bags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物理的不相容性裡頭 它有一個叫做異化 好那我們剛才最前面有講過說物理變化 基本上是三態變化 那異化的話呢 它實際上就是看起來有一點水水的 變成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在我們藥裡頭有兩種狀態 一個叫做efferocent powders 那就是說這個powder它本身是含有結晶水的 所以如果呢環境的濕度呢 非常非常的低極度乾燥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結晶水給釋出 所以這個東西它就會異化掉 那另外一個狀態呢是吸濕或者吵解 那這就非常多的這個化學品它本身有這樣的特質 所以如果環境它的濕度非常高的時候 它就會這個吸濕 所以在這樣的一些狀況之下它都是容易會發生這個liquification的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化學不相容性 那基本上呢化學不相容性的發生呢 它的我們原來要打的藥它就是不見了就沒有了 所以呢它可能還會產生一些就是有毒的啦 這些新的成分所以它其實基本上是危險的 那最重要的是它也許看不出來 也許呢這個IV bag看起來還是澄清的 然後沒有particle的 也許還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呢這些就是用肉眼去看到的 這個如果看得到有變化那它是絕對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看不到變化的話呢 還不一定它就是安全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是要非常understand 它這些化學反應的原理 那第一個化學的不相容性裡頭呢 產氣反應是常見的 尤其在我們藥品裡頭呢 有很多的藥品我們本身呢 都有加上一個carbonates或是bicarbonates的一個演技 所以呢當然我們今天呢 藥品裡頭含有氫離子的 所以有一個acet that drives 所以它就很容易最後的產物裡頭出現了這個二氧化碳 所以這時候你會看到你的這個 或合完的這個藥品裡頭出現了氣泡 那這也是代表它是一個不安全的狀態 那另外一個就是水解 那水解是非常容易發生的 所以它很容易的在許多的藥品的類別裡頭都很容易水解 比方說aster amines, imines, still asters 那再另外一個就是oxidation and reduction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藥品它都希望在一個reduce form裡頭 那就是它都希望是一個還原態 那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藥品呢 有很多它很容易就是被氧化 那比方說是catecholamine, phenylox, phenythesins 或是steroids, tricyclops 那這個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氧化還原反應 就是我們的化學反應裡頭最大中 所以它常常都是非常難以避免的 所以我們在compounding的時候需要非常的小心 那另外一個就是photolysis或是compensation 那photolysis的話就是有一些水解或是oxidation的反應呢 它會被可見光來加速 然後被它吹化 那這些呢我們就需要去避光 所以在臨床上面這些藥物它需要被我們用一個比較好的包覆方式呢 把它包起來 然後才能送到病房去 那比方說像是anflateracin B 那或者是這個nitroproofsine 和pormandine這些都是 那這些藥品的清澈其實還蠻長的 所以我們在photolysis的drinks裡頭 我們都要非常小心地做了這個避光的處置 那再來就是compensation 那這些呢就是不只在IV甚至於在我們口服裡頭 我們也把它當作是一個所謂的這個就是這個jar interaction 那我們都知道 tetracycline 它是不可以跟就是這個鐵劑啊或者鋁啊這些 那就是這些這些金屬的帶有這些金屬的multivalent ions並用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做compounding的時候一樣要注意到的 那不過有時候在製藥上面也會利用compensation的反應 去做成一個新的就是比較好的一個聚合物 好不要說這個兩倍的theoplane加上一個ETTA 可以去形成一個I know feeling 可以去形成一個I know feeling 過了幾個月 我又不好妳和我اس來 有很不夠的 可不高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